怎么张嘴说这句话的话 那这个就非常的尴尬了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组织一门语言 那么我们呢 基本上大家要是从国内 或者是从网络上学习意大利语的同学们呢 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 就是我们尽量要在短时间之内 把一个语言学好 那么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有三五年的时间 去累积信息 去累积单词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学好这门语言呢 那么就是我们要在非常初级 非常基础的时候 建立一个非常标准的愈发体系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把盖一个楼的架子全都搭好 再慢慢的自己去天上砖 那么这个楼我才能盖的又高又稳 那么如果你在初期的时候 这种愈发体系没有建立好 那么其实在初期的时候 你也会进步很快 贝克文读单词 用这些方式跟着别人说话 那么这样的时候 你也能达到一个不错的口语水平 但是你会发现 到达了A2或者到达了B1级别 你一定会停滞不前 因为你已经不能得到对你更有用的那些信息 经常去聊的那些句子你学会了 但是从来没有聊过的句子你不会说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的中国学生 在学一门语言的时候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弊端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给大家通过一个B级别的语法的讲解 让大家来看看一个简单的并不是非常复杂的时态 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讲解它 那么我们选择了这个B级别的语法条件式 就是因为它的用法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那么在很多的语法书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些变位不难 那么它的特殊变位背就行了 那么它的用法就那么三点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那这样的时态 我什么时候才会使用 那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时态 那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老师讲解语法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不仅要告诉你们它是怎么用的 还要告诉你们它用起来跟其他的时态有什么区别 这才是大家到了B级别应该去掌握的内容 那么不规则的变位到底有没有 这个里面有没有它系统的规则 我们应该去看的是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说了 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来讲解B级别的条件式现在式 那么条件式现在式呢 是一个B1级别的语法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意大利语没有 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会从零基础开始 一点一点的把它讲上来 那么在讲条件式现在式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哪些和条件式有关的东西吗 那么在B1级别之前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条件式 在意大利语里面一共是有四个变位时态 那么这四个变位语式 那么这四个语式呢分别是职尘式 命令式 条件式和虚拟式 然后以及还有一些不变位的语式 那么那些呢就是我们的后话 今天就不会用来聊了 那么在讲条件式之前 大概在A1 A2的级别中 大家都应该见过职尘式和命令式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职尘式和命令式都是什么 我们再进入我们的条件式的讲解 那么首先呢 我们最开始接触的是职尘式 当然最常见的是职尘式的现在式 那么职尘式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叫做职尘式的语式 也就是我在做一个描述 在讲解一件事情 在介绍一个人 在描述一个故事 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都应该是职尘式 不管是什么时态 那么讲现在的用现在式 讲过去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时态 比如说 Pasado Prasimo 进过去时 imperfetto 未完成 Tara Pasado Prasimo 进欲过去时 那么我们有Pasado Remoto 远过去时 我们还有Tara Pasado Remoto 远欲过去时 那么我们有五个表示过去的时态 加上现在式六个了 然后再想想 在A1的时候 我们应该还学过职尘式的 简单将来式 Futuro Samplice 以及先将来式 Futuro Anteriore 那么加起来呢 在职尘式中 我们一共有八个时态 都是用来描述一件事情 讲解一个故事 或者是阐述一个真理的 那么八个时态结束了之后 我们有讲到了命令式 那么命令式是怎样的一个语式呢 大家应该也多少都有点知道 命令式 它并不是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是用来 只用来命令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语气 而是说在命令式中 我只要是面对面的 或者是在邮件啊 短信啊 或者是那种信息中 或者是微信也是一样 那么直接对对方提出一些 命令 建议 要求 请求的时候 我们应该使用的都是命令式 那么大家发现一下 我刚才说的那四个词 分别叫做命令 建议 要求 和请求 也就是说 我在求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使用的 依然是这个命令式 虽然它听起来 好像是用来命令别人的 这样的一个语式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包含了起始句 这样的语式 也就是说 我命令你去做这件事情 和我求你 我请你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使用的 都是命令式的 现在是 当然 因为命令式是面对面的 直接对对方提出这种要求 那么它就只有现在式 没有其他的实态 因为我只有现在 对着你的情况下 才可以让你去做一件事情 不可能是我过去让你做 或者是我将来让你做 过去让你做一件事情 我只能讲给别人听 不能直接对你说 将来做一件事情也是 这都是直辰式的 在做描述了 并不是面对面的 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么在命令式之后 我们没有讲虚拟式 就进入了我们的条件式 那么呢 给大家再稍微捋一捋啊 我们在B1的时候 可能还会接触 什么样的语法 刚才我们说到了 直辰式会接触一些 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语法 像什么 禁欲过去时啊 没有学清楚的话 我们要来看看 远过去和远欲过去啊 比如说我们 已经在A1A2 学过直接和间接 宾语代词 那我们在B1的时候 应该学组合代词 以及小品词 那么这些代词连词呢 那我们还有一些 比较零碎的 比如说 无人称的C和被动的C 比如说我们还有 对大家来说 比较痛苦的从句 比如说主语从句 定语从句 宾语从句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 B1的大块语法 那么这些呢 多少需要大家 对于这些单词 有一定的掌握量 我们才能进行讲解 所以呢 我们今天选择了一个 相对来说 看起来比较简单的 即使是在语言掌握的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也可以学习的 条件是现在时 用于进行B1的这些讲解 那我们看看 条件是现在时 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讲解每一个 时代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于时代来讲 刚才是不是又卡了 现在能听到到了吗 能听到的话 可以在对 右下角的 右对话框 帮我打一下E 现在能听得到了吗 现在是可以听到的的话 然后麻烦帮我打一个E 因为我这样 不知道我是不是 说话 大家能听得见 那好吧 那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继续讲 我们这个条件事了 那我们来看看条件事 刚才我们说到 如果想要去学习一个时代 我们最主要的是 通过两个地方来入手 首先我要知道 这个时代 它的变化都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 如果对于意大利语 已经有一定的 了解基础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动词 都有它相应的变化 那么每一个人称 都要根据这个时代 对于动词的要求 进行相应的变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动词变位的部分 那么除了动词变位的部分 一个时代 我们当然还要掌握的是 它的用法 它到底什么时候 会使用到这个时代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 那么条件是 现在是我们首先来看看 它的变位 是我们的声音 卡了吗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卡没卡了 那么现在大家能听得到吗 不知道是不是能听得见呀 能听得到吗现在 如果可以听得到的 可以听得到 那我们就继续讲一下 条件是现在时它的变位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学习第一个时态 最主要的是它的变位以及它的用法 那我们讲条件是呢 就是从它的变位来开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条件是 条件是的现在时 首先条件是叫做condicionale condicionale来自一个名词 condicione condicione 条件状况 condicionale条件是 而现在时我们之前应该已经接触过一些 一些 它们叫做presente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现在 稍等一下啊 大家现在都可以听得见说话吗 如果听不到的话 在右下角打一下 让我知道谁听不见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听得到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么条件是现在时的 condicionale presente 我们首先来看看它的变位 那么当然每一个时态的动词 都有规则变位和不规则变位的 这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 条件是现在时的规则变位 那么就像我们这边课件上所写的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眼 are结尾的动词 我们会将are这三个字母去掉 相应的以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的六个人称 分别对应 erei eresti erebbe eremo ereste erebero erei 那么说到这六个词位变化 要让大家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 可以看一看条件式的变位 和我们之前直尘式的变位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在讲直尘式的现在时的时候 以are结尾的动词 我们会将are结束 去掉变成 也就是说 我将一个动词进行了变位之后 这个动词变过位之后 一般来讲 都会比动词原型稍微的短一点 或者是就算长 也长不了多少 但是我们条件是现在是 大家可以看一眼它的六个人称 只有第一人称 是会变成erei 比之前的三个字母多了一个 它变成了四个字母 而其他的人称一个比一个长 它们最短的也有六个字母 eresti erebbe ereste 都是六个 那么eremo也是六个 而最后一个erebero 甚至是八个字母 所以在进行条件时 现在时变位的时候呢 首先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的动词 进行变位之后 一定比我之前的动词原型 还要长 并且除了我之外 剩下的还不只是长了 一两个字母而已 那么以are结尾的 会变成这样 那我们以are结尾的呢 不用有其他的变化 它还是erei eresti erebbe eremo eresti erebero 这六个人称 不管一个动词以are结尾 还是以ere结尾 那么它们都会变成 erei eresti erebbe eremo ereste erebero 而以ere结尾的动词 不再是变成a 它会变成i erei eresti eremo erebbe eremo ereste erebero 比如说我们看看下面的 三个动词 我们给了三个规则动词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 那么第一个动词 lavorare 最常见的工作 那么在讲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顺便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大家已经学到了b1或者是b2级别 已经到了b级别中级别 而不是低级别的语言的时候 我们背诵 lavorare这个动词 究竟应该怎么背 我们当然不能直接指背 lavorare这一个词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名词形式 lavoro 在知道它的名词之后 我们要知道这个动词的各种人称 各种时代的变化 除此之外 和lavoro有关的 其实我们在AEAR阶段也应该去掌握的一个形容词 laborioso 勤奋的 工作很努力的 我们叫做laborioso 它就会变成合作 那么在collaborare之后 我们还要再背一个名词 collaborare的名词形式 collaborazione collaborazione cione 隐形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就是合作的名词形式 也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个动词 lavorare 我们当然不能只知道这一个动词 它的这个动词的含义 我们要把它一系列的 和它有关的词 和它有一点联系的词 都记在一起 那么这样呢 我们背诵起来也会容易一些 我们的词汇量也会大 并且我会更好地使用这一个词 那么这是我们的laborare 那么laborare的题外话说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laborare的条件是 现在诗片位 它们分别是 laborerei laboreresti laborerebbe laboreremo laborereste laborerebero 好了 那么看到这一个动词变位的时候呢 就可以顺便说一句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内容 注意的内容呢是 双辅音 那么我们有三个变位是带双辅音的 其中这三个分别是第三人称单数 rebbe 第三人称副数 rebero 以及第一人称的副数 我们remo 那么它们是双辅音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提醒一句 其实有的时候像这个b 我们不能把一个b发得很长 毕竟双辅音 两个辅音在一起的话 理论上来讲 我们应该把辅音发得长一些 它才能够出现双辅音 大家才能听出来我念的是双辅音 那么真的双辅音 两个b 我怎么能把它发得很长呢 如果我把这个音节念长b的话 其实是a发得很长 并不是b发得很长 那我们的双辅音的念法 可以提示大家一句 双辅音的读法是在双辅音之前稍作停顿 我可以稍微停一下 让别人觉得我是在酝酿念一个辅音 但是我没有念出来 就会让别人觉得这一个音节是相对来讲更长的了 比如说以 不是我们平时的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但是我们的 我进行了一个酝酿 那大家就能听得出来 这有多一个辅音 而不是一个单辅音了 好了 那么我们第一个动词以are结尾的规则动词就结束了 看看第二个动词 scrivere scrivere 那么scrivere的六个人称 他们分别念作 scriverei scriveresti scriverebbe scriveremo scrivereste escriverebero 那么写这个动词就像刚才的工作一样 提示大家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背 写的这个动词 首先看到了写 我们第一反应 听说读写 我们要知道它们都是什么 像听的 ascoltare sentire 说的 parlare 和 dire 读的 leggere 和写的 scrivere 这些动词 它们是不可以分开的 那么在写之外 我们还可以知道 scrivere的过去分子不规则 scrito 那么scrito 同样也是一个名词 lo scritto 写作 那我们还可以有 scriatura 写作 然后以及你的手写题 我们可以叫做你的 scritura 好不好 那么此外呢 跟scrivere有关的 还有 descrivere 描述 比如说我们的 prescrivere 开要方 那么这些都是会跟scrivere有关 说了scrivere之后呢 我们就看看最后一个动词 finire finirei finiresti finireb finiremo finireste finirebero finire结束 finire结束 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方便的话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进过去时 那么有没有人知道finire这个动词 应该用avere还是用esere做主动词呢 avere还是esere呢 它是都可以 我既可以用avere做主动词 也可以用esere做主动词 为什么 因为我主动的主观的去结束一个动作的话 我们就应该用avere 如果这件事情是客观的完了结束了 我们应该用esere 比如说我做完作业了 avere 因为是我主观的做完了这件事情 主动的发出了结束的这样的动作 而比如说 有一个人 然后呢 他掉进了 石虎山 到了下去 他说 哎 我完了 那么如果真的说我完了 真的是不想是自己主动的发出结束的这个动作吗 他是客观完成 这种他就会说 sono finito 用esere 那么我做完了作业用avere 作业完成了 会用esere 那我们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finire 稍微的说一句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条件式的规则变位 are ルumum 不是的 fineere finiere的主动词不是永远都是avere 我主观的主动的去做出结束的这个动作用avere 但是这件事完了 这件事结束了 或者是一个人他完了 我们应该用asseted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和进过去时有关的动词 有关的内容了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内容呢 可以联系我们妈妈咪亚学校 然后呢来安排剩下的其他的课程 好了那么条件是 现在时我们看一眼 现在看到的是它的规则辩位 当然现在看到的规则辩位 都是在书上大家可以查得到的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 书上查不到的内容不规则辩位 当然其实如果真的说 一个不规则辩位 到底应该怎么变 这些不规则到底怎么去不规则 从字典上呀 这些地方是可以查得到的 甚至市面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意大利语教学书籍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总结起来 都会有很多 它的这些不规则的动词 都会把你的这些不规则动词写在一起 但是呢我个人更推荐大家 在背不规则动词的时候 是进行分类的背的 而不是每一个动词 都要进行背诵 这样的话工作量就太大了 那我们看看不规则动词的辩位 条件是现在时的辩位 和简单将来时的不规则动词的 变化方式的不规则方式 是完全相同的 只有词类是不同 如果简单将来时大家背好了 那么条件是现在时 是不需要进行背诵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第一条 这条是完全不能和其他的动词进行分类的动词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只能单独的去记忆它 那么它会变成 也就是它的六个人称会是 那么和它对应的 简单将来时 那么这是我们的简单将来时 和条件时 现在时 它们的不规则方式 都是把它变成 等等 那么后面的内容不一样 那么这是我们的条件时 现在时的辩位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总结出 其他的规则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条就是 卡雷卡雷结尾的动词 现在能听得到了吗 今天我这边的网络状态可能不是特别好 现在能听得到吗 然后在听到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 好的 那我们就进行 继续进行刚才的内容 那我们以卡雷卡雷结尾的动词 那么它为什么是不规则动词呢 从它字面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那么以雷卡雷结尾的动词 按照道理来讲 我们本来应该变成 但是如果我把一个 变成了 他就不再念 不再能念出 而是要变成 所以为了保证 它的发音不变 我们要将它的六个人称 全都要加 每一个人称变位的时候 都要加 不变成 而是变成 所以我们写了两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回家去看了 mancare会变成 mancarei mancaresti mancarebbe mancaremo mancareste mancarebero 那么这个课件 大家可以在下面查看 我们就不带着大家看完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类 一定要加 ak 因为我们要保证 carecare 变位之后 发音不变 chiji的发音不变 那我们看看第三条 are结尾的动词 以及 c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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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iare 那我们以are结尾的动词 为什么不规则呢 其实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在规则的情况下 以are结尾的动词 我们应该把它变成 arei 但是我把are变成了arei之后 它的前面还有一个a 它就会变成 aarei 而在一个单词中间 双写a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 于是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我们不是把are变成 arei 而是我去掉一个a 整个are都变成arei 那么这是我们的变位方式 以及chare chare chare中的iare 为什么也要 也是特殊的呢 想一想 如果我把are变成了arei chare就会变成cherei 而chie 在单词中间的发音 是不方便的 所以大家不喜欢发这个cherei 而是更喜欢发cherei 于是第三组 我们要将are 以及chare chare chare中的iare的四个词位字母 全都去掉 然后变成arei 也就是我不是去掉词位的三个字母 而是去掉词位的四个字母 然后将它们变成arei eresti erebbe eremo ereste erebero 这是我们的第三条 而第四条 fare dare stare 它们三个一定要放在一组杯 我们的are 不变成arei 而是变成arei 所以fare会变成arei faresti farebbe faremo fareste farebero 其他的人称 其他的两个动词 变化方式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第五条也很有意思了 andare avere cadere dovere podere sabere vedere 那么这些动词 它们的不规则方式是 在把词位的are或者are去掉之后 本来应该变成arei 但是我现在不变成arei 而是变成arei 也就是我把i andare为利 我不是变成anderei 而是变成andrei andrei andresti andrepe 不变成arei 那个e不要了 而是直接变成arei 所以这八个单词我们会变成andrei avrei cadrei dovrei potrei saprei vedrei 都多去掉一个a 变成arei 每一个人称 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都是相应的变化 这是我们的第五条 而我们的第六条和第七条 我们把不规则动词看完了 然后也要着重的来看一看它的用法了 那我们的第六条 七个单词 pere parere limanere tenere valere venire volere 那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的 如果大家觉得不太好背 其实也可以编一个把这些单词的意思呀 或者是按照你们去习惯它的方法呀 把它编一个类似于歌谣啊 或者是邪后语啊 谚语啊 绕口令啊 之类的内容 不需要你们把每个单词都记下来 而是只需要你知道这个单词是我们分在第几类的 每一类被一个词 其他的也就很容易的都记下来了 那我们这个动词 这一组的七个动词里面最常用的动词就是volere 想要 那么它的变位方式是什么样呢 我是把词尾的四个字母都去掉 不是只去掉词尾的are和ere 而是再多去掉一个辅音字母 比如说以volere为例 我们是把are这四个字母全都去掉 然后双写变成rei 也就是volere会变成vorei 又开始了 好了好像又连上了 今天的网络状态好像特别不好 好了那我这边显示的是应该都能听得见了 那么能听得见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么我们会变成vorei voresti vorebe voremo voreste和vorebero 而最后一点 以ure o re a re本来就是双写re结尾的动词 那我们的re直接变成re i resti re be就可以了 依然是双写re 好了那我们现在说完了所有的规则与不规则的动词变位 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不规则单词 甚至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五点和第六点加起来一共就有15个动词 但是这15个动词感觉好像特别的痛苦 我们要被15个动词乘以6呢 但实际上而言第五条第六条的这15个动词里面 我们只需要被两个 因为每一类我们只要被一个动词 并且知道另一个动词呢 它的变化方式跟这个一样 所有的人称所有的其他的变化都是可以推导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条件式现在式的变位就到这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准备看看条件式现在式的用法 那么不同的语法术上对于条件式 有不一样的讲解 比如说他们可以说条件式可以表示一个 对对方提出请求 对对方提出要求 对对方提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或者是表示一种非常客气的 表示一种非常客气的一个说法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总结起来 就是几个字叫做委婉的语气 在你想非常的客气 表达一个建议要求请求的时候 不管是建议 别管是要求还是请求 我们都应该使用 都可以使用这个条件式的现在式 那我们来看看 既然我可以向其他人提出建议要求和请求 就来看看嘛 那么之前我们学的其他的时态 还有哪些也可以表示建议要求和请求呢 那么这三个时态分别是条件式的现在式 命令式的现在式 以及执沉式的现在式 那我们把这三个时态来进行一下对比 既然都是建议要求和请求 那我们在条件式的时候 我画了一个括号 括号里写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这就是条件式的动词 一旦我把一个动词进行了条件式的变位 这个动词的隐藏含义 就是我自己带着一个非常漂亮的括号 括号里面写着条件允许的话 所以你帮我拿的这本书 和如果条件可以的话 如果行的话 你帮我拿这本书 哪个更客气 一定是后者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条件式 是一个非常委婉的语气 为什么它叫做条件式 就是因为它的变位自己所带 带着的含义 就是如果条件许可 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的话 那么这是条件式的意思 如果条件允许 而命令式 命令式的 委婉的语气 请 命令式的非常委婉的语气 我把一个动词 进行命令式的变位之后 比如说portare 命令式porta 就会变成请你拿 请你拿 它自己带着请的含义 我们就算不说请 也有请 而最后直辰式什么也没有 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变化 那么有同学问虚拟式 虚拟式不能向对方提出一个 委婉的语气 它是虚拟虚构的呀 而且虚拟式 大家难道如果学了的话 就应该知道 虚拟式 大多数的虚拟式 都应该发生在主从句中 不是简单句啊 这就是虚拟式和其他的时代 最大的一个区别 如果虚拟式用于简单句中 这些句子往往都是喊那些口号 像什么祖国万岁呀 像什么上帝保佑你呀 像那个 这些的简单句 才会用到虚拟式 只有在非常复杂的那种复合的句子 从句里面一般才会用虚拟 那么其他的三个语式就还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三个语式 委婉程度 我们可以看一眼 它是条件式 大于命令式 大于之尘式 那么来往后看看例句了 比如说在非疑问句的情况下 那么非疑问句的情况下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们的委婉程度 那么这三个语式 到底是什么时候用 可不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 那我们的课件里面 就帮助大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用哪个语式更好 我们就都打在里面了 比如说第一条 在非疑问句 不是问句 肯定句 或者是否定句的情况下 一般我们都要使用命令式 因为这是命令式的要求 面对面的 直接对对方提出命令建议 请求要求的时候 一般都使用命令式 比如说 apri la finestra 请你打开窗户 apri la finestra 请你打开窗户 这不是一个问 你可以打开窗户吗 这样的句子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用命令式 那么第二条 如果依然是个非疑问句 不是一个问句 还是肯定句和否定句 但是我们的动词 使用的是 dovere或者是podere 应该或者能够 一般我们就不用命令式了 因为dovere和podere 这两个动词 没有命令式 记住 dovere和podere 这两个动词 没有命令式 所以因为他们没有命令式 所以我们使用到 这两个动词的时候 才更应该使用 条件式或直臣式 注意条件式和直臣式的区别 只有委婉程度的区别 也就是条件式有 如果可以的话 你怎么怎么样 而直臣式就是没有这个 比较委婉的客气的说法 就直接是 你怎么怎么样就行了 那么看看我们给的 这两个例句 nun potresti fumare qui 和nun puoi fumare qui 你不能在这抽烟 那么你不能在这抽烟的话 nun potresti 如果用了条件 意思就是 如果行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不建议的话 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抽烟 而nun potresti fumare qui 那就直接是 你不可以在这儿吸烟 那么这是我们的 donc podere dovere也是一样 比如说 你不应该在这儿吸烟 nun potresti fumare qui 和nun devi fumare qui 也是这样的区别 他们两个没有命令式 所以只能用这两个语式 区别只有 委婉程度的区别 那我们的第三条了 刚才看了很久的 非疑问句 是这种情况 那么疑问句 应该用哪种情况 直接对对方 问问题 提要求 提建议呢 那就只可能是 条件式 或者职尘式了 因为命令式 没有疑问句 比如说 mi prenderebbe gosti libri 您帮我拿这些书 好吗 mi prenderegosti libri 您帮我拿这些书 好吗 区别只有 带不带这个括号 里面写上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都是直接对对方提出命令 建议 要求 请求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这三个试态来表示 肯定句 一般为命令式 非疑问句 一般为命令式 非疑问句 如果用到了动词 dobere 和podere 一般是 条件式或职尘式 以及 如果是疑问句 一般只能是 条件式 和职尘式 这是我们条件式的第一个用法 以非常委婉的一个语气 对对方提出 建议 要求 请求 那么条件式的第一个用法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在右下角 那么我们会统一回答大家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的条件式的用法 结束了之后 现在就可以看看第二条 条件式现在式的第二点用法 叫做表示一个 自己将来不知道是否会实现的愿望 将来不知道是否会实现的愿望 于是 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看到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 将来不知是否会实现 第二个重点 愿望 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个关键词 将来和愿望 那么说起将来 在学条件式现在式之前 我们已经接触过很多 可以表示将来的时态了 于是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几个表示将来的时态 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我写了四个句子 Stasera vado al cinema 直晨是 现在是 今晚我去看电影 第二个句子 Stasera andro al cinema 简单将来是 今晚我可能去看电影 第三句 Stasera andrei al cinema 条件是 现在是 今晚行的话 我想去看电影 以及 Stasera Volevo andare O andavo al cinema 今晚我本打算去看电影 未完成过去时 那么这四个时态 都可以表将来 那么他们表示将来的区别 我们打在括号里了 可以看看 在口语里面 肯定的将来 用直晨式来表示 肯定的将来 用直晨式来表示 而Andro 可能的将来 用简单将来式来表示 这件事情我不确定 我可能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一般会用简单将来 而条件是 现在 也是一个可能的 不知道是不是会实现的事情 但它是想要的 所以它叫做 可能并且想要的将来 虽然不知道是否会实现 但这是我的愿望 所以条件是 一旦加了 不仅表示一个可能性 更加体现出来了 我的意愿 我们才会用到 条件时的现在时 而未完成的过去时 其实也可以表示将来 什么意思 看看最后一个句子 Volevo andare al cinema Andavo al cinema 明明是一个 还没有发生的动作 我为什么要用一个 过去时来表示将来 今天晚上 即将要进行的动作呢 Volevo andare 我想 我本打算去看电影 未完成表将来 并不是说将来会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过去对于将来的一个打算 我过去对于将来的一个打算 我表示的是我过去的想法 过去的意愿 过去的计划 而并没有说将来这件事情 可能与不可能 或者是会不会实现 或者是我想不想实现 都不一定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过去是这么计划的 那么一般我如果告诉你 我过去是这么计划的话 那么你如果能给我提出更好的 建议更好的要求的话 我随时可以为了你改变我的计划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未完成过去时表将来的区别了 好了 再总结一遍这四条 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去看电影 直晨是现在时 肯定的将来 今天晚上我可能去看电影 直晨是简单将来时 可能的将来 今天晚上 我有可能去看电影 但是我想去看电影 条件是现在时 可能的 但是想要的将来 以及今天晚上 我本打算去看电影 未完成过去时 表示过去 对于将来的一个打算 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第二条 条件是现在时的用法里面 看到了 表将来的这四个时态 它们的区别 那么除了将来之外 在这个用法 将来不知是否会实现的愿望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 就是愿望 表示愿望又有哪些时态呢 就像我们在开课的时候 给大家所讲解的一样 学到了B级别的语法 大家不能只会 这一个时态的用法 你必须要知道 它用起来 和其他的时态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为什么这个时态是必须的 这个时态是要存在的 我在提醒 这一个时态是否会讨论的 我为什么会讨论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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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讨论的 我已经重启了 连上了已经 现在能听得到吗 今天的网络状态真是 真是辛苦大家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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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录啊 现在呢好了是吗 好那我们在右边看到了一个 嗯 同学打的这样的一个句子 spero que va dal cinema spero que va dal cinema 那么这个句子 虚拟是 我希望去电影院 你是想表示这样的一个用法吗 记住 虚拟是 如果你想表示我希望去电影院 不应该用虚拟 因为你的前后主语没有发生改变 如果这样的句子 你说我想去看电影的话 应该说 spero di andare al cinema 不应该是用虚拟 但是我如果说我希望他去电影院 那就是另外的一个说法了 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spero di andare al cinema 前后的主语并没有发生的 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其实很少会使用到虚拟式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刚才已经看到了 条件是现在时 表示一个将来不知是否会实现的愿望 那么在愿望之后 我们要看看那个愿望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现在呢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 这张课件能不能正常的显示啊 因为我这边一直显示的是 正在读取中 但是也没有关系 可以先给大家说一说 然后大家课后去查找 它也是可以的 那么首先呢 在表示愿望的时候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愿望稍微讲完啊 因为我们中间断了很多次 然后一定要把大家断开的时间还给你们嘛 那么我们的愿望既可以说 比如说我想去意大利好了 Voglio andare in Italia Voglio andare in Italia 我想去意大利 现在听得到吗 比如说我想去意大利嘛 Voglio andare in Italia Vorei andare in Italia 这两个句子 我们一会再来说 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或者我们还可以说 Andrei andare in Italia 听听这三个句子 Voglio andare Vorei andare 所以大家会发现 所以大家会发现 条件是现在时比其他的事态 用法好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变位的时候 想要 条件是现在时 自己就可以表示愿望 所以使用条件式的时候 我是否使用我想 Volere这个动词 就不重要了 我既可以说 Vorei andare 也可以直接变这个动词 Andrei Andrei 因为它在变位了之后 自己就包含着 愿望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而如果我用直程式表示 我想要 就必须要使用动词 Volere Voglio andare 如果用Vado的话 意思就变了 完全不带有想要的含义 这就是在表示愿望的时候 条件式以及直程式的区别 那么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们既可以用条件式 也可以用直程式 我都加上Volere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 这张课件应该能显示 Voglio un cornetto 和Vorei un cornetto 我想要一个牛角包 我想要一个牛角面包 这两个句子有什么区别呢 Voglio un cornetto e Vorei un cornetto 它们两个的区别就在于 首先我们想想 刚才条件式 现在式的第一个用法 客气 我跟自己 为什么要表示一种 非常委婉的语气呢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呀 在表示自身愿望的时候 如果我用了条件式和直程式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是否需要外界的协助 或别人的许可 比如说Volere un cornetto 我想要一个牛角包 我是不需要你帮我的 我想吃个牛角包 我自己拿过来吃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用直程式的 现在式 而如果我们用的Vorei un cornetto 往往都是 你能帮我拿一下吗 我在一个bar 在一个酒吧里面 我管服务员药 Camerere Vorei un cornetto per favore 如果可以的话 您能帮我拿一个牛角包吗 所以在表示个人愿望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直程式 只能表示我的愿望 我是不需要别人的许可 别人的帮助的 但是如果用条件式 这个个人愿望的达成 就需要其他人的许可 或者协助 那么这就是我们条件式 现在式 以及和其他的时态 表示愿望的时候 最大的区别 那么最后稍微的 比较快的说几句 大家来听一下就行了 条件式现在式 还有第三个用法 可以是表示 对于将来某一个动作的 推测或者判断 那么表示推测和判断 对于过去动作的推断 我们应该用什么时态 对于现在动作的推断 应该用什么时态 以及对于将来动作的推断 应该用什么时态 分别我们的课件里面 都会有讲解 大家可以在课后 然后详细的去看一眼 一般来讲 过去已经结束的动作 是先将来式 那么对于现在的正在的动作 比如说有人敲门 可能是谁谁谁 我们有表 现在可能是几点 这些用现在的推断 用简单将来式 而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礼物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 我觉得他可能会吧 那么这样的动作 是对于将来的推测 我们往往会使用 条件式的现在式 那么现在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条件式 现在式的变位 以及条件式的用法 大概呢 基本上就讲完了 那么对于条件式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再腾出 两三分钟来回答一下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和今天讲解的条件是有关的 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对于将来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眼 这个课件里面 那当然是太快了 因为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怎么讲就好了嘛 可以回去自己主要的看一眼课件啊 因为我们条件式 现在实在是表示这种愿望 表示这个推测 或者是判断的话 其实用法并不是说那么多 那我们可以看一眼最后一个句子 最后一个句子 把它作为例句来看一下 我不确定 但他会喜欢你的礼物吧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对于他喜欢这个动作的推测 喜欢的这个动作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猜他会这样的 这样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用条件式来表示推测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 如果我学了虚拟 虚拟和条件有什么区别 刚刚我们说过了 虚拟是在主从句里面发生的 我觉得 他会喜欢 在后面的那个半句里面 我们会使用虚拟 但是在简单句里面 我们会用 我觉得 al mio parere 我觉得 al mia opinione 我觉得 后边的半句 简单句 我们有可能会用条件式 来表示一个可能性 将来的一个动作发生的可能性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就是对于这种比较详细的讲解 例句 或者是一些练习 那么还是说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有对什么话题感兴趣 或者是对于任何的语发点感兴趣 大家可以联系 妈妈咪亚的教务老师 然后让他们去总结一下大家的诉求 然后我们以后的直播课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讲解 然后非常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然后也稍微的道一个歉 因为今天我们的网络状态比较不稳定 我们会尽量的把它解决 在下次直播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我们下次直播课再见 感谢观看